随着消费模式的改变 传统市场受到很大的挑战 不止人潮减少 就连摊商数量也在下降当中 高手市议员请焕宗在财经部门咨询时 针对传统市场的改建与复苏 希望金发局能够给予协助 活络市场经济 在整个哈马兴第一共有市场的部分 我们金发局这边有没有什么想法 有没有跟学校来做合作 简单的跟您报告 目前我们引进了大约16摊的青年摊商 并且我们透过这个苏德科大的合作 来协助他们进行相关的摊台的设计 以及改造 此外我们现在也在没合中山大学 因为我们也知道他离中山大学非常的近 未来也希望说在中山大学学生那一边 也有一些可以来做合作 来活络这里整体的这个交易 针对古山第一共有市场 近期市府也与学校合作 透过摊台设计与创意发想 带近活泼的青年摊商 慢慢活络老市场 而简换中也希望未来 能够将沿城地区的市场 另外打造成为清创与温创的基地 其实有民间团体 他们过去都不断的进驻 然后打造那边成为一个 在地一个品牌 甚至他们很多餐厅 他们那个座位有限 你要预约的时候 还要三个月前去做预约 那我想这都是一些成功的案 也期待就是说 大概在沿城地区 沿城地区它的人口数大概2万多 那期待因为沿城那边 真的是一个温创基地 那我们也期待这样子的 一个文化创业产业 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 传统市场转型 需要公司部门的共同协力 透过带进创新 活泼全新思维 以及发展清创基地 让老市场能够重新活络 用全新的面貌 满足市民的生活需求 记者李佳龙 朋友继续 高雄斗高